最近香港的檢疫政策逐步放寬 剛剛11月初 我就用了探親占證回台灣 今集我會和大家介紹 可以免費入機場貴賓室的信用卡 以及分享台灣和香港的出入境流程 千萬不要錯過 截至出片的這一刻 台灣仍未開放香港的自由行 只是開放了香港的旅行團 而今次我是申請一次性探親簽證去台灣 費用是600元台幣 對於我這些喜歡搭廉航的小資族 最好當然是去機場貴賓室 吃飽後再上機吧 由香港機場南面離境閘口進入禁區之後 扶手電梯落一層再U-turn 穿過Duty Zero 便會到達1號登機閘口附近的環亞貴賓室 PP Lounge 但留意 現時香港機場禁區裡的三間PP Lounge 會分三個時段開放 想去的朋友記得要因應自己的航班時間 去相對貴賓室 以及有兩間PP Lounge 是在橙色區域裡的 而進入橙色區域之後 是不可以再回去綠色區域的 所以千萬不要去錯 當日是11月5日星期六 時間是早上9點半 人流都不算太多 我用了5分鐘排隊便成功進入 作為PP Lounge的常客 我已經超過三年沒有來 但這裡的環境都沒有怎麼變 進去之後會見到休息區和取餐區 再走進去就是用餐區 食物方面就有Pancake 檸檬水 水 水果 蘋果汁 橙汁 麥片 角色茶包 咖啡機 汽水機 還有罐裝啤酒 熟食區就有牛角酥 薯餅 魚肉燒賣 香腸 撒蛋 茄汁焗豆 炒麵等等 當然還有PP Lounge必食的招牌 魚蛋片頭殼 再加上備製的XO醬 我每次來都起碼吃兩碗 魚蛋 魚蛋和魚片頭都很彈牙爽脆 而XO醬就夠野味 魚湯也非常鮮味 有很多人會叫PP Lounge做公廁 因為用信用卡就可以免費入場 搞到整天都人山人海 環境又吵又多人 那我又不明白 如果你嫌的話 你可以給錢吃其他餐廳 還有說句公道說話 PP Lounge的環境和食物質素 一定比一般茶餐廳 而且你要記住 免費 現在介紹一下可以入機場貴賓室的信用卡 今次我用的是AE白金卡 這張卡是用純光精製 拿出來已經夠威 不過就要付7800元年費 但是你不要看它的年費好像很貴 聽完我說你就知道底 因為這張卡有一堆形身優惠 現在馬上來看看 由現在至到2023年1月31日 只要用我下面資訊欄的推薦連結申請 頭兩個月內 錄一次任何消費金額 就可以得到價值3000元的Apple Store禮品卡 打電話登記AE白金卡的本地及環球餐享 例如在全球超過1400間指定食市簽帳 本地及海外分別有1000元現金簽帳回贈 而且每年1月1日回贈會自動重置 即是一年內合共有4000元食飯簽帳回贈 再加上其他一大堆優惠 例如逢星期五氣非買一送一 三大連鎖酒店的會籍 免費旅遊保險 免費登記使用W.O.Hotel的泳池 健身室及Spa等等 而且它還是最強的入lounge卡 主卡和兩張免費申請的附屬卡 都可以免費無限次進入全球130個國家 超過1200個機場貴賓室 例如我剛剛介紹的PP Lounge 還有只有AE白金卡和黑卡 才可以進入的Centurion Lounge 而主卡和兩張附屬卡 都可以各自帶兩個同行賓客免費進入 即是拿著三張卡 就可以9個人同時進入 是不是很瘋狂呢 還未算 主卡還會再附送一張 價值469美金的Priority Pass 可以帶一位同行賓客 免費無限次進入一些 連AE卡都入不到的Lounge 例如今年10月 在香港機場新開幕的 Trace Sapphire Lounge 而且AE還會時不時派錢 給白金卡客戶 例如AE剛剛寄了一張 酒店買一晚送一晚的Centurion 給我 所以以上所有優惠的總值 絕對超過你所付出的年費 經常去旅行周圍飛的你 還不用我以下資訊欄的推薦連結 申請一張AE白金卡 由2022年12月14日起 已經不需要再掃安心出行 但進入食股 例如機場貴賓室 仍然要掃針卡 另外還要查清楚目的地 國家的入境檢疫要求 今次我是用探親簽證去台灣 在台灣入境的時候 不需要填健康新報表 下機後就會有地勤人員 派發四個快測包 台灣亦沒有規定強制檢測 指引就說 必須要有最少兩天的快測陰性結果紀錄 才可以外出 但官方會不會抽樣檢查就不知了 至於在台灣出境回香港 指引就說要在登機前 24小時內進行快測和取得陰性結果 但就不需要提交快測證明 在在Check-in之前 在網上填寫健康新報表 之後你會得到一個綠色QR Code 展示給航空公司櫃桌看 出完Bording Pass 就可以正常登機 在香港下機之後 亦要出示綠色QR Code 和身份證給邊境人員檢查 你就會得到一條有個Barcode的項繩 之後跟著指示去做核酸檢測 不需要等檢測結果 就可以正常離開機場 結果會用SMS通知你 下機那天是D0 你要預約D2 去社區檢測中心 再做一次強制核酸檢測 而D1至D5 就要自己做快測 拍下每日快測結果 再Upload去申報系統就可以了 講到口水都乾了 以上所有申報表的link 我放在下面資訊欄 唉…自己看吧 面吹台灣話 大家知不知台灣人所說的龜毛是代表什麼呢? 龜身上的毛?錯! 在台灣國語裡面 龜毛是形容人做事吹毛求癡 支支整整 不得爽快 例如 你每次出門都弄來弄去 真的很龜毛 即是說 你每次出門前都搞來搞去 好知整的意思 謝謝 下一集 我會帶大家到台中 吃一間好吃又抵食的日式鐵板燒 還可以用AE白金卡抵消一千元消費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ven tho 有請便利的 大早 小小小小小 請客會 無論是否有服用退銷藥 純六天 請立刻通知我們的 感谢您的观看